我来自一个艺术世家,无论是绘画、雕塑、音乐,我家祖上都出过许多名造一时的天才,但是到我父亲这一代,这种天赋似乎被剥夺了。 他成了鼎鼎有名的艺术商人,在那一堆精致的艺术品里,有一个引起了我的注意,那是一个白色的布娃娃。 于不久前,才被我父亲在一位自杀的雕刻家遗产中搜罗到,但奇怪的是,他看起来非常新,就像刚刚被制作出来一样。 后来,我离家求学,同行的还有我家收养的一个女孩。 我向父亲索要那个娃娃,但我父亲却把她送给了那个女孩,仅仅因为那个女孩展露了一些艺术方面的才华。 好吧,或许不止一点点的才华。 后来,那个女孩与人私奔了,没有带走那个娃娃。 我终于得到了她,那个娃娃已经破败不堪,但我还是收好了她。 一个雨夜,我的父亲收到一则副告,那个女孩死了。 据说是创作遇到了瓶颈,将狼裁进了双手,无法支撑起她构筑于天才艺术之上的挥霍生活。 债牌高筑,潦倒而死。 我非常伤心,抱着那个娃娃,哭着睡着了。 在我第二天醒来时,忽然发现,怀中,那个破败的娃娃,焕然一新。 就像,刚刚被制作出来一样。